那我认为在80年代的话 整个中国的对外收支的经常项目 是一个负数 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贸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是起了一个负面的作用 在那个时候 它主要是靠国内的市场 国内的生产力 农民的购买力等等这些 到了90年代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这不是因为你经济逐渐发展 才造成这个变化的 因为如果是经济逐渐发展的话 它这个变化应该是逐渐的变化 比如说在南韩和台湾 都是一个逐渐的变化 但是中国的话呢 是出现了一个经济政策的变化 而不是经济本身发展逻辑 让它这么变化 你说那政策变化是什么 政策变化有几个方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对农村的政策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刚才我讲了这个农村金融改革 当时是要集中政府的力量 要办大事 你就是说所谓的政府 集中了更多的资源 进行分配 进行投资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90年代和80年代 一个很大的变化 另外就是说城市的发展重心 如果你要开始追求科技的发展 那你一定要是重视城市 因为你科技发展是在城市 不会是在农村的 这也是后来一直形成的一种概念 认为农村和农民 对于国家来讲是一种负担 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呢 看成一个社会问题 这也是很多学者 我觉得他们一个错误的视角 因为他在研究这个同乡差别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作为一个道德的问题 来去讨论的 所以这些事情到了胡的时代 甚至到了这个习的时代 对中国的农村 有增加了对他的补贴 但是在80年代 赵紫阳和胡耀邦他们的讲话 他们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认为中国的农民 是可以创造GDP的增长 它不是一个负担 而是一种财富 但这种财富的话 你要必须给他一定的这种 金融上的这种自由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就是中国农村的这种金融自由 有一定的地下金融的这种成分 我们所熟知的温州的这个地下金融 实际上温州的这个地下金融 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个我查了很多这个材料 在80年代 大概是30%左右的农户 是可以拿到正式金融的 而且80年代后半期的时代 相当于80年代前半期的 还是有所下降的 人民银行的行长 中国银行的行长 农业银行的行长 都是支持民营金融发展 所谓的地下钱庄 在全国普遍存在 在吉林也存在 在贵州也存在 在温州也存在 在到了90年代末期 这个比例下降到9%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另外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的研究 表明在90年代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农户的话 你家里有长员 有干部 能够更多获得这些资源 而在80年代的话 这个变量对你能不能获得这个资源 是没有任何变的 影响的 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去讨论 90年代为什么温州变得这么有名的话 有一件事情我是一直没搞清楚的 就是在浙江 没有实行其他地区的那种金融打击的政策 这也是这么一个区别 在其他地方它打击了 但是我感觉到非常惋惜的就是说 学者和政府官员都把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道义社会问题 所以确实实在胡温的时代 你要去看这个对农村的补贴 也就是农村的这个收入调查里头 有一个项目就是叫转移收入 就不是你找来的 是别人给你的这个收入 农村转移的收入 占农村居民的总收入的比例 80年代5%左右 到了90年代4%左右 然后到了胡温时代 上升到17% 然后到了这个习的时代 现在大概是20%左右 习实际上是延续了这个政策 就增加了对农村的投入 增加了对农村的补贴 从这一点来讲 我是肯定胡温和习的时代的 一个国家对自己60%的人口 进行支持的话 我永远是支持的 它即使是采取行政的手探 我也是支持的 但是我觉得你对60%的人口 只是对它的补贴和投入 而不是释放它的经济的能力的话 这从长久的来讲 是不可持续的 待会儿